兄弟们 今天我找到一个哈尔滨乃至全国最便宜的饭店 嘎嘎便宜 今天咱不仅吃好 咱还得喝好 风云降富 降香型的 走吧 就这家啊 它家珍珠不便宜吗 它家刚才便宜 几乎看看 哥们儿 就这样 我给你100块钱 给我整一桌菜 行 行啊 行 走 走 来 东北的酸菜本了 多钱一盘呢 这个偏高的 8块 豆泡 6块钱 干豆 3块 都不够那火鲜和料鲜 塑胶炒散袋 14 这挺有食欲的本乘啊 下酒菜 炒牛杂 多少钱多少钱 炒筋铁 14 它要上人的 哎呦我天 瞬间干一屋的人 他家人多啊 反正菜价便宜 大腌子 14 这就传说中大腌子啊 大腌子就他家研究出来的 这个名 炒肉条14 我咋这么大 没吃过14块钱的炒肉条 虽然是小盘的吧 但也不小 葱麦豆啊 溜胸口 14 2块 这些菜呢 一共是96 完了我们又要了一碗面 4元 正好100 一共10个菜 6婚4素 他家是清真店啊 这么好的菜 是不是得喝点啊 必须得喝点啊 酒呢 哎呦我天 风云净富 酱香型 53度 值不值得酱造人是谁啊 这又是哪儿值得去啊 茅台老厂长李清华的儿子李长寿酿酱的 那这酒必须是好酒啊 那肯定呢 现在这李长寿也不一般人啊 他是茅台现任的特勤酱饰师 这包装真不错 哎这酒瓶子还漂亮 这包装太好了 这包装 酒瓶子漂亮吧 看看这好酒的酒馅和酒花什么样啊 看不看 应该酒馅跟一根馅儿似的 看不看见啊 看那酒花 和酒馅 这酒馅是不是跟 这个酒馅跟一根馅儿似的 闻着这酒就好 是不是啊 蛮雾飘香的 看那酒花 你看那酒花 你再看那酒馅 看那酒馅没有 好长时间不见呢 十分显见 来吧 今天好好喝点啊 这酒喝怎么样 这酒我能喝出来 一喝就是粮食酿的 粮食味很足 入口很顺 到嘴里这个香味有点意思 还不辣喉 好酒 那咱红气得了 红花还得配的月 来吧 尝尝菜下菜怎么样 哎这炒筋皮 配这香菜真有味啊 火候正好 这金刀的下角菜 这蓝仙子这啥字啊 是参加老板研出来的 哎真香啊 这蓝仙子啊 绝对头发 第一次吃 怎么那么好吃 好吃好吃 必须给老丈人一会带 也让我老丈人尝尝 这点别的啥味都没有 真的 嘴酒好吃 真的好吃 来 老板 喝一口了 来 让人给我点大啊 哎呦 必须必须必须 咱东北人呢 就这么恶情 隔桌就可以喝 一会儿喝桌 爬肉条子来一块 这最适合来碗大米饭 我告诉你 哎呦 嘎嘎 哎 北哥 我都喝三十多年酒了 我就喜欢喝酱香酒这个香味 我也爱喝这个酱香的 这好酒跟其他酒就是不一样 绝对嘎嘎嘎 就咱这一桌 在南方都得干好几百啊 最好在200多 差不多 是不是 太实惠了 这蓝仙子你少吃点 一会儿过来这儿打包 这面条子四块钱一碗 骨汤面条 鲜辣的还热乎呢 看看 这里边也没有肉啊 哈哈 四块钱就要啥自己吃啊 四块钱 你就得这么吃 你别看这个店不大 但是味道啥的 长得嘎嘎的 就是啥 就是人多 人太多 酒是好酒 但是没啥名呢 是就是生成不到位 我看还剩这么点 不许我拿回送给他 双十二你自己是买的 吃不吃好 吃好了 伍远 给我老丈人打包 哎呀 飞哥你是真孝顺的 特别叫蓝仙子啊 那蓝仙子必须得给他收好了 就不包上啊 给我老丈人吃 好嘞